韓國瑜在過個三天之後 就即將要上任市長的威之了 但是韓國瑜今天 他又有一個論點出來 說有賽馬場 但是現在這時候 又開始泡聲隆隆了 是 立剛韓國瑜和市長 昨天在工商建營會的時候 他突發奇想了 他說高雄烈油場那個地 不是已經關閉了 然後那個舊子那個土地 不是一直放在那邊沒有用嗎 他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想想 引進香港那邊成功的經驗 我們來發展一個賽馬產業鏈如何 其實我老實講 他就是一個想法而已 當然你要離成熟的過程 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很多人馬上聽到就跳腳了 比如說我們的陳志中陳大委員 不是 陳大議員 他馬上跳出來說 他聽到之後很怕 他說你已經說要在錫金開賭場 你現在男子還要搞賽 你下一個到底要搞什麼 我聽到很害怕 然後我老實講 其實陳志中議員 應該去搞一個性產業專區 我覺得你可能會比較適合 我們的適招會法師 他也說韓國瑜 你知不知道你的賽馬產業鏈 是人類為了利益 不惜讓動物受苦 這是一種殘忍行為 而且還違法 我老實說 這一個他是站在 比較悲天憫人的想法 這個我可以理解 至於說違法 其實我必須說 如果真的要設賽馬場的話 顯然我們目前的 只針對離島的這個博弈條例 是不夠用 這大概有修法 或其他的一些空間 這個都要後續再談 但是我覺得最妙的是什麼 以前中油每次遇到什麼事情 反應都慢半拍 問阿姨 三不知 這一次馬上跳出來 他說那個不太可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 中油都跳出來講 是 他說因為那個地方 我們正在做土壤重整 地下水重新再處理的過程 所以最快到2023年 整個土壤重整才會處理好 所以現在談這個還太早 2023 那不是十幾年後 那麼快一定要花十幾年的時間 沒有 2023其實很快 快到了 今天已經是2018了 其實快到了 但是我的意思說 中油為什麼平常 什麼東西都慢半拍 這一次一下就跳出來了 我就覺得你反應 突然之間變很快 這個不錯 希望中油以後反應都這麼快 但是這個準新聞局長 王潛秋衛跑出來講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構想 一個創意 可不可行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再談 因為這個絕對牽涉到 不是地方可以做的 一定中央相關的法令 其他大家都能夠配合才行 但是問題是 一個人如果連做夢的勇氣都沒有了 請問一下 未來大家就等在那邊死 反正這個也不可行 那個也不可行 全部都不要做算了 大家就不在那邊等死嗎 實際上 你說博弈這種東西到底可不可行 當然是見仁見智 但是我必須講 其實我們看看別國的經驗 新加坡 人家現在在聖逃殺那邊 是不是有賭場 你知道那個賭場一年 給新加坡帶來多少收益 多少錢 40億美元 光亮就40億美元 是你想想看增加多少的工作機會 然後增進多少他們觀光產業 還有周邊產業 可是你知道嗎 新加坡當初要設賭場的時候 其實他們內部也是 正反兩派意見 非常的不能相容 李光雄也很反對 可是後來過了幾年之後 他說如果為了新加坡 未來的發展生存的話 我覺得現在不發展好像也不行 他想到的是經濟層面了 是 因為他覺得說 個人的理念 道德觀念 跟未來新加坡整個發展 是不能夠放在同一個天秤上去想 所以他認為還是必須要去發展 老實講 新加坡是這樣 結果確實他的賭場 確實帶來非常大的收益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 不要用一種既有的成見 去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來看 其實全世界到處都有賽馬 比如說英國來講 英國其實賽馬運動 是要吸引他所有運動人口 第二大 僅次於足球 這麼多 你知道他一年創造多少收益嗎 多少 161歐元 這麼多 非常非常多 這麼多的收益 我跟你講他每年觀看人 就是每一次比賽 這些都觀看人數多少你知道 超過890萬人 我們再來看美國好了 美國 台灣不是一直都覺得 美國是先進國家 我們要跟他學習 美國有沒有賽馬場 美國不但有 而且好幾十個地方都有 美國的賽馬一年創造多少收益 你知道 1,121億美金 金額這麼高 嚇死人 這個是我們國防預算的10倍 他一個賽馬場 就可以創造這麼多的收益 而且周邊產業 這些都不要講 然後光是工作機會 可以提供多少你知道 140萬 光工作機會就140萬 是 所以你看這對美國 多大的經濟收益 韓國瑜不過提出這樣一個idea 結果有人馬上就跳出來說 不行 你這樣子這樣搞下去的話 將來高雄就變港澳化 港澳化 這個到底跟港澳化 到底是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做這種意識形態的聯想 其實就是阻礙台東安進步 真正的罪人 可是國慶 你有沒有注意到 沒有政治的人物敢講博弈 這件事情 韓國瑜他敢講出來了 但這麼一講 你不跟綠色的是同路人的話 你講了你的夢想 就馬上被人家給直接一拳打下去 現在就是一群人在找韓國瑜的問題 韓國瑜在找高雄的問題 其實講博弈 我比韓國瑜早講很久 我從早就說台灣 實在真的要 但是要開放 台灣很多自認為高尚的人 貪心 怕死 愛情 又走不走 都從自己當作性認 我請到電視前好朋友 熱透彩什麼人做來自 政府 政府 威力財什麼人做來自 也是政府 運動財什麼人做來自 還是政府 對 這也是博弈 政府都可以做 你知不知道政府做這種 還是什麼人在痛苦 什麼人在痛苦 基層 底層的老百姓 他們每天賺錢很痛苦 他們會存在一個夢想 我來花200塊 賣賣可以一夜自負 這就是夢想 他沒辦法一夜自負 他只知道他每天 一天做工800 1千9百 每天固定的薪水 我來問賣 看他賺嗎 他對嗎 結果 幾月對 一萬的就沒有一個大賬 大家也都去到政府加工去 對 為什麼 都這麼艱苦人 艱苦人存在著夢想 你有一些人坐在那邊 他就公司開這大間 他專注於他的事業 他會去買樂透嗎 不會 國外觀光客來到台灣 他會買我們的樂透財 回他的國家等著對嗎 不肯 不會 對 就消費都台灣人 我們做博弈 你說賽馬也好 賽狗也好 他這不一樣 跟運動財不是一樣嗎 只是人在走籃球的運財 棒球的運財 足球的運財 是人在走 跟換做動物狗跟買走 我很早要去南宮 故宮南院的時候 我就說有一天 夢想 這也是我的夢想 如果我當上嘉義縣長的話 我會把國宮南國宮 那個冠岩那間 改進去做交通 改進去做交通 因為嘉義有阿里山 有布袋東石的海鮮 你沒有什麼娛樂了 你在故宮就像澳洲雪梨劇場 歌劇院 台灣如果台北一個雪梨歌劇院 高雄一個雪梨歌劇院 有什麼意義 一個就夠了 一個國宮就北故宮南故宮 觀光客他會兩個故宮都去嗎 他頂多行程排一個北故宮 因為北故宮 旁邊還有中列池 還有台北市長大大又比較煩惑 所以我們南故宮到現在 旁邊你還不是 你去看看 你連要吃宵夜都沒吃 甘點也沒有 整個都說晚上三更有飯店 還沒開 不敢開的 還有開下去沒什麼 竟然要賣 整個都崩掉 如果還可以把南故宮活化 我的想法就是南故宮活化 帶來很多的商機 嘉義的學校也有很多博弈科的 多了博弈科 一些那個發牌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河關 河關對不對 年輕人就撈到 所以我真的是贊成韓國瑜 他有這種想法 而且有這種勇敢跟承擔 不管你們跟他 對他怎麼酸言酸語 去罵他都沒關係 我是感覺 人民愛是錢跟生活 我落地有賺錢 我有這條生活 我有講英感 毒 我們人出事就是在拔 人爭一口氣 活爭一炷香 你每天不是都在賭嗎 對不對 連槍紅頂也是在拔 散房散房快點 再吹下去 他也是在拔說頭前可能 沒有交通 沒警察 拔他過就他下了 他還是在賭 每一個動作 每個行為 都是在賭的因素之下 所以我是讓台灣人 不要把這個動作洪流問數 只要你把它規範 如果說你沒有開放 地下的還是在賭 誰扔那個人東氣 地方 角頭 他還是在牽 也是東氣 我真正在我們 你如果我們大廟 骨子 康律師 阿波是一群阿伯 在生吉義麻糟的 十塊二十的 在廟口 十塊二十的 我再三個阿伯 回去200幾歲 大那個 刺激 他們根本無傷大雅 他們在賭那十塊二十 根本是在刺激 他的腦神經 無聊在安詳萬年 小賭儀情 比較抓就抓這種 比較抓就抓這種 這也是賭博 也是破案 也是有支消 政經 政經真的職業賭場 你有抓嗎 所以一樣 你不讓他合法化 他還是地下化 你政府可以做 是怎麼地方政府不可以做 都是在賭 不然你就 樂透財 運動財 都不要做 你如果說這麼神聖 都不要做 或許我今天講這些話 會被很多人罵 說我可能扭曲了 但是我覺得 你沒辦法扭曲了 扭這個東西會帶動電源發電 真的 你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 這麼多的國家 對一個國家 李昇龍說我死也不可能開放 扭曲了對不對 結果呢 他們扭是不是做了 也是做了 有人比較麻煩 說他不好 自國中好 不能擁轉 只要為了大眾 非正常 非正常 對不去祖國 但是對會去社會跟歷史 這樣就夠